我跟各位讲 陈喜玉 他出来投案 隔了多少天你知道吗 25天 我讲白了 依照我这种老江湖老狐狸 我严重怀疑 能串阵串好 什么可以讲 什么不能讲 我们会办到哪里 哪些地方不会办 谈好了 二出来吧 什么时候出来 最没有新闻 中华队回来那一天 就今天跟明天啊 最没有新闻啊 我跟各位讲 陈喜玉 他出来投案 隔了多少天你知道吗 25天 他就选今天投案 他知道今天跟明天 都是棒球的新闻 所以他就可以被盖掉 那我在这边就要大说特说 他25天之后出来投案 他什么时候被列为通缉专报的 台南检查 南检啊 南检在11月17号 就把他列为通缉犯 通缉专报 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啊 我们在野党的立委啊 我们这个礼拜还是要开会啊 国民党民众党你们都要去问 问司法委员会啊 请问你们有没有在抓人啊 他在台湾耶 而且据了解是跟他的小三 一直住在一个朋友家里 我的老天啊 你到底有没有在抓人啊 你南检到底在干什么 就在家里耶 他在朋友家里啊 我还以为躲到山上啊 躲在一个山洞里耶 我只跑到菲律宾耶 不是啊 今天是11月 今天已经11月25号了 我就要问南检有在抓人吗 你有到各县市去发通告 去贴通缉犯的照片吗 什么鬼啊 还跟着小三一起跑 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这个时候出来投案 你们想过啊 赖清德 大概上上个礼拜吧 他在中常会呼吁陈启玉 出来主动投案啊 赖清德还怎么说 说我现在是民进党党主席 你虽然已经退党啊 可是我呼吁你出来吧 你想一想会有这种事吗 你如果要投案 你早就出来了啊 为什么投到第25天啊 我跟各位讲 我讲白了 依照我这种老江湖老狐狸啊 我严重怀疑 你们串阵串好了 什么可以讲 什么不能讲 我们会办到哪里 哪些地方不会办 谈好了 那你出来吧 什么时候出来 最没有新闻呢 中华队回来那一天 最没有新闻 就今天跟明天啊 最没有新闻啊 我跟各位讲 他们可以谈什么 大家记不记得 谢龙界 说陈启玉上面还有人啊 那个人是赖清德的好朋友啊 我们谢龙界 龙界哥还没有讲 是谁啊 所以显然就是第一个 叫陈启玉不要讲 陈启玉你不能讲哦 你就到你为止哦 你不能够讲你上面还有人啊 第一个 这个要谈清楚啊 你出来之后你不要乱讲啊 不要跟着谢龙界跳舞啊 那陈启玉就会说啊 好啊 我听你的啊 我不要咬 把大人咬出来啊 那我可以得到什么 各位我跟你讲啊 当一个人犯罪已经确定的时候 通常检察官或者政治人物高层 去跟他谈 是谈什么你知道吧 就是谈说啊 我就办到你为止 比如说陈启玉跟他老婆离婚啊 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假离婚 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把钱 过寄给他的老婆 过寄给这个小三啊 你怎么知道有没有 搞不好有啊 大家都讲好了啊 好 到你为止 老婆跟小三过季的钱不办 第二 他的儿子啊 在光电厂商那边上班 我的儿子可不可以不要办啊 我跟各位讲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离谱啊 我跟各位讲你们等着看啊 我们就看你这个案子怎么办下去 是不是办到最后果然啊 这个 他老婆没事 没钱 小三也不用查 那他儿子在厂商上班也没事 然后陈启玉就闭口不说 不咬别人啊 就到我为止 你就等着看吧 然后冲冲结案 如果都是照我刚刚这样讲 那这个司法实在是太可恶了吧 历经逃跑25天 我们这个司法竟然可以停下来啊 请问蓝检你在干嘛啊 蓝检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跟各位讲 他发出那个通气的专报 也拖了很长的时间啊 人家11月 人家11月4号就跟他讲啊 他给你拖到11月到10几号才发出啊 那之前你有没有在办啊 而且蓝检大家记不记得 因为亮哥就是一个 一个本事很厉害 我记忆力特别好啊 陈启玉没有到案 蓝检在隔三天之后 就对媒体说 我们确定他还在台湾 然后外交部去查出入境资料 没有出去 结果那个电视啊 就在那边胡扯啊 说坐汤啊 跑去菲律宾啊 狗屁啊 现在郑民就在国内 25天之后 出来投案 那你司法单位在干嘛 在睡觉啊 那蓝检德 一个多礼拜前在那边呼吁出来投案 是不是民进党里面 早就有人知道他在台湾啊 这个不用追究到底吗 这是可怕之急啊